欢迎回到新闻大追集的节目现场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小三跟大老婆的战争 大老婆不一定都是忍气吞声 上一段节目我看到文婉跟我们分享的故事 刚刚说到一半 这大老婆最后去叮咚叮咚 进去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刚刚已经讲了 这个大老婆可不是等闲之辈 她在业界非常非常的强悍 是女强人 我怎么可以坐视你这个小三在那边造乱 对不对 她就直倒黄龙 她就叮咚一按 那那个小三她不由她觉得我们大楼这么管理森严 那可以进得来应该是就自己的朋友 一打开傻了 这个正宫来了对不对 然后呢正宫就说就直接就进去了 好了两个就要谈判了对不对 她说那个大老婆就很有非常非常有guards 而且大方告诉她说 你知道的啊 哪个老板不玩玩 你要多少钱你直接讲 就直接看你要多少钱 对那给你你就滚蛋这样子 知道那个小三很厉害 她非常的镇定 然后告诉那大老婆说 我要钱我当然要钱啊 但是我更要人 我爱她 我要钱也要人 我都要帮你 然后那个大老婆就火大 就说天天哪有这种事情 她就说你还不满足吗 你看你有地位 有名有利 然后你有这么好的儿子 然后家庭 你又有孙子了 又有媳妇了 你什么都有了 我什么都没有 怎样又怎样 我什么都没有 就那个大老婆当场 就只是这样这番都要打败了 被她打败了 她有牙口无瘾 她说我没有什么 我没有你这些东西啊 那你为什么不成全我呢 好了 可是最主要你会觉得说 这样就被打败吗 最主要是这个小三厉害的地方 把她的老公抓得紧紧的 男人不回来 你用什么招数也没有用 听说这个老头爱他爱到什么程度 因为这个她的小三呢 其实在之前跟她的另一个男朋友生一个小孩 这个大老板就在每天风雨无阻 去接送她的小三跟别人生的孩子 孩子不是他的 对自己的孙子是不闻不问 然后再来很可怕的是 你看她包容到什么 这个小三厉害到什么程度 有一次呢就是跟这个外面的小男生 去开房间被掠到咯 通常我们刚才有提到一个大佬嘛 那个大佬抓到她的在演艺圈的女朋友去偷吃 当场就一顿毒打 那从此全部断粮 可是呢这个我刚刚讲这个呢 这个小三厉害到怎么样 她本来一个月只有20万的这个生活费 Double加码 还加码 就居然知道你偷吃 还加码加到40万 这样怎么会教训得到呢 没有啊 她就跟那个什么老板讲说 你这么老了 你这么老了 我年轻我需要啊 你又不能给我 对不对 反而大佬觉得很 对 就是觉得很自责 你会觉得亏欠吗 我必须要讲说这些招数 为什么讲到厉害是 因为他知道这个男人弱点是什么 他要什么 他出什么招他可以接收嘛 所以他就告诉他说 所以我很寂寞你都不能陪我 那这样好了 你帮我开一家公司啊 那让我忙让我忙 听说就帮他集资好几千万弄了一家公司 现在还在ING的状态 所以大老婆完全没得 束手无策 这就是小三厉害的地方 不过有句话说你偷吃要记得擦嘴巴 万民兄今天有一个故事 他刚跟我讲我们现场的人非常的shock 现在有一个 擦好干净 形象非常好的一个企业家 您说他就是这种真的偷吃擦得很干净的一个人 其实人家以前就有人讲说要害一个人 就是教他做三件事情 第一个去选举 像林医师搞的这个样子 去办杂志 一办杂志很少赚钱 一三个就叫他娶小老婆 所以家和万事心会影响到家庭的事业 所以很多企业界 他如果是没有办法去制服这些大老婆 什么小三小四小五的话 他会特别谨慎 我就认识有一个企业集团 也是身价几百亿的 你知道吗 他每次在外面过夜 跟女人睡完觉以后 他第二天他走了以后 他的保镖一定进房间来 拿一杯水 拿几片避孕药 叫那个女的当场试下去 眼看着他吃 吃完以后保镖才走 就晓得他做事情做得多彻底 很小心 当然心有的时候也太狠毒了一点 我平常心讲 但是家里头有晓得确实是个麻烦的事情 你看我们今天那个图板上的那个苗华兵 苗华兵他算是这个外面的按摩 按摩这个 按摩院里面的一个经理管理者 跟他认识了 认识又生了一个小孩子 最后呢 对不对 反过来他跟大老婆两个 一起告他 你知道吗 当然最后法官还是蛮公正的 说你这个小孩子是你生的 对不对 你不能赖 你还是要给人家这个 生活费等等的 至少给小孩子有了一个保障 对不对 但是多数的情况之下 我自己感觉到 小三跟大老婆斗 大部分都是小三赢 第一个 当小三其实手段都很厉害的 你看我讲个不好听的话 你说像王永庆 大家都很尊敬他是金银之神 可是你如果说把王永庆 整个发起过程时光倒推的话 你会发觉王永庆 真正事业发起来的时候 是在把三娘取进不以后 三娘当初进王家门的时候 还有脱油瓶 你知道吗 这个表示王永庆真的很喜欢三娘 对 对他事业有没有帮助呢 也很有帮助 你再看看我们刚刚讲到那个金银 王又甄起来的时候 因为早年我们 我小时候我们家的那个村子里面 有人在王永生最早的一个事业 那个三花毛巾里面做的事情 都做垮了你知道吗 但是他还是很花 但是他真正大发的时候 是取了金银 因为金银是歌星出来的 见过大场面 然后交际手腕很灵活 然后他这个取了金银以后 又当上什么舞厅工会的理事长 借这个舞厅工会的 因为以前男人可以去孝敬的地方很少 他当舞厅工会理事长 可以借开舞厅的方便 对不对 介绍很多这个政商民流 跟这些舞女 去视察是不是 跟这些舞女认识你知道吗 慢慢就建立一个关系 但是你就晓得 其实有这小三 他要能取得代之外 他也要有本事的 像你这个李珍妮 就会在那边胡搞瞎餐 胡搞瞎瞎闹 其实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是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人都说 就像刚刚除了刚刚讲 透视界的插嘴巴之外 但是很多 有一句话就像陈隆讲 他说这个外遇偷吃 我真的是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但是月儿 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案例 这个男生一而再 再而三被抓到之后 又偷吃 可能就是有这样的案例 就变成一个惯性偷吃 确实有这样的案例吗 其实能够到小三小四小五的时候 你不觉得就是吗 嗯 不过我在想 我们自己是原配 我也在想说 什么样的力量 为什么这男人 我一直没有办法把他拉进来 留不出他的心 我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总是把他推出去 其实像我们即便是夫妻 偶尔吵架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你很生气你老公某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会气到 不想跟他睡在一块 不想看到他的眼神 不愿意跟他肢体有任何的碰触 那那个时候就开始有的夫妻 会开始冷战 可是就缺乏我刚刚讲很重要一点 就夫妻如果不去沟通的话 你永远不知道他生气的点在哪里 你永远也不知道 你自己是不是还有一些地方 其实也可以稍微修正一下 那我们看到小三 这么多的手腕很好的时候 不就是他提供男人一个温柔香吗 因为他跟你不愉快嘛 所以会到家你就臭脸嘛 要不然你就冷战嘛 所以这个男人就要出去找一个女人 你可以听我说心事 对 然后你有给我很温柔 对 而且你给我 你给我百依百顺 对 而且你非常认同我 你知道我的委屈 你知道我心里的苦 那我们就那个 那个正宫的脸就摆出来了 永远回来就说 饭自己吃 高兴吃 不吃算了 就是我不是在讲说 女人为什么那么可怜 好像我在这时候必须要检讨自己 我就不是这样子委屈的心态 而是说老公是你的 我们常常讲说 其实夫妻就是一双手 你的脸要是痒的话 你左手左边自己会去抓 右边自己会去抓 你不用通知他 你要帮他抓 帮你抓 这才叫做夫妻 可是如果有一天 你在痒了 你脸上有伤痕 有疙瘩 要擦药了 你都不知道要去抚平他的时候 这对夫妻其实相处已经出了问题了 所以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时候 我相信男人其实他也在寻找 找到哪些人他会给我安慰 找到哪些人他会给我支持 找到哪些人会给我更多的温暖的时候 他就出去了 但是我其实很难过说 为什么男人到了有了事业的时候 就会晕船 照理讲你应该不晕了嘛 可是为什么还是会晕呢 因为有钱了啊 有钱了啊 或许他就在炫耀某一种方式 让你知道说你看我还是可以拔得住 我hold得住 我hold得住 那也许这也是男人给自己一种自信的方法吧 对 其实也不要说只有男人爱投赤 有时候真的是一个巴掌拍不下去 对 这女人如果主动送上门来 头怀送抱 很少有男人可以把持得住的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